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2号 2月2号温州呢也封城了 温州现在已经成为继武汉之后 中国的第二大的瘟疫区 那么温州为什么得了个全国第二名 温州为什么会封城呢 这个主要呢就是温州人在武汉的非常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武汉呢 有一个著名的小商品市场的街叫汉镇街 这个汉镇街啊一共有三千多家不同的品牌 有上万家商户 大约有将近十万个经营人员 在这个汉镇街上面经营 而这十万多的这个经营人员里面呢 可以讲绝大部分人是温州人 大家都知道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 走出他们温州城在全国各地开办小商品市场 最早的一批人 所以说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呢 他们都在全国各个主要城市 都有温州人的产业 那么大量的温州人 他们到春节都是返乡过年的 在这个过年期间 这些在武汉做生意的这些温州人 现在呢全部爆发了 这个爆发的非常厉害 到了二月二号 温州光确诊的这个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这个确诊者 就已经达到了两百六十五人 那么目前来讲呢 温州没有发现死亡 只是呢就大量的人员被感染 那么这种感染就有可能就你传我传你啊 一个人就传全家那么两百六十五 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家庭传上 那就是不得了是个几何人数啊 所以说呢温州现在呢就不得不封城 那么随着温州封城以后 全国有很多城市 他们受到影响的呢 都纷纷的对城市里面 做出各种类似于封城的举动 都是学武汉嘛 看武汉怎么封嘛 武汉封城已经封到没有理智 封到完全可以讲 这个政府它已经停摆着 这个政府它根本不考虑老百姓还要不要生活 武汉封城说是封到 把所有的红绿灯已经全部调整为红灯 你本身四驾车你就开不出来 为什么没有一个加油站给你加油 但是有的四驾车呢 在停止加油之前呢 正好把油是加满的 所以它能开出来 你开出来现在武汉市 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红绿灯 都全部调整为红灯 它始终亮着红灯 你开闯一次就是六分扣二百块 那么你一年的分就是二分 你看你还能闯几次 这就变成了你车子完全不能开啊 车子完全不能开的情况下 他就希望所有老百姓都在家里面 但是老百姓有就医的需求啊 有不得不到医院去的需求啊 有不得不到菜场上 有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各种生活用品的需求啊 难道这些人都不开车上路吗 你又没有公交 所以说呢 这个武汉封城武汉的领导人 他根本没考虑过 他封城以后会给整个市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他认为你待在家里面别动静了 待在家里面他要生活啊 是不是在家里面大家都等死啊 所以中国政府你看共产党 他的执政能力就到了这种水平 这是制度的腐败 有这么邪恶的政党 有这么邪恶的制度 他就必然是懒政 必然是没有执政能力 所以说温州是封城 他必然是希望温州能够控制这个瘟疫的传染 那么温州都已经封城了 为什么香港不封了林郑月娥是坚决的不封官 由于林郑月娥的不封官就给香港的医疗界 给香港的航空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说香港的医疗界医疗工会就是香港 他们一个超过六千个会员的医管局员工阵线 他们呢在2月1号晚上他们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了一个议案 这个议案就是对抗武汉肺炎冠状病毒的罢工计划 这个罢工计划就要求香港政府要全面封官 禁止任何内地人员随便入境 那么这个工会主席是个女生叫于慧明 她在发言中说 如果林郑月娥不参加2月2号就是礼拜天跟医管局代表的谈判 那么从星期一开始起 香港的医疗界就完全进入罢工状态 只会有少部分人上班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都封住中国 实际上主要国家就没有一个国家现在敢把航班还派往中国 而且基本上所有发达国家都要求中国人持中国护照的 在14天之内去过中国的都不可以入境 但香港就是不封 香港不但不封官可以允许大陆人随意进出 而且是每天照样香港机场三班航班开往北京和上海 所有入关的关口全部照样通关 香港政府不但通关还号召大陆的民众你们可以到香港来 如果你们到香港因为染上了冠状病毒 你们在香港治疗的话 所有的费用香港政府免费 很多人都匪夷所思香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就逆朝牛而动了 我个人分析是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中南海和北京高层的需要 因为中南海和北京高层 他们的家属儿女情人小三他们都要通过香港机场去中转 然后去到达欧美和澳洲 因为大家都知道欧美和澳洲对中国已经完全停航 而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他们家里面要跑啊 虽然他们不在武汉这个病还没有感染到他们 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不安全了 所以他们要跑啊 那么他往哪跑 他们要进入香港从香港的飞机飞往世界各地 因为香港的飞机目前来讲 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禁止中国大陆的航班 没有进香港的航班 所以他们通过香港是完全可以走掉的 因此香港你现在不能封关 你封关也就变成了中共这些高层 他们家里面的家属儿女情人 他们如何到达香港 他们不能到达香港 如何通过香港的飞机 然后到达欧美呢 他们到香港无非就是中转一下吧 那么很多人都讲 那不是美国和澳洲那些西方发达国家 都禁止中国人入类吗 你别搞错 中共这些高层领导人 他拿的是美国护照 至少也是绿卡 而没有哪一个国家会限制 美国本国公民持美国护照 和美国绿卡的人入境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不担心啊 那些国家里面所有封 都是封那些拿大陆护照的人 而他们哪有美国护照 或者是虽然是中国护照 但是他是有绿卡在身啊 所以这些人他们仍然可以进得了 欧美发达国家 所以香港不能闭关 就是要让他们走 就是要让中共这些高层 他们家里面的这些顶尖家族的 他们的情人家属小三先走 所以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 实际上就是给中共的顶尖家族 中南海的权贵提供特权的两制 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当时反送中运动已经达到最高潮的时候 习近平他投赎计计 他不敢派军队在香港学习 像北京天安门广场当年邓小平镇压学生那样用坦克车机关枪上 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么一镇压 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就完成完了 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取消给香港特殊待遇 就没有一国两制嘛 那么香港这个特殊性就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特殊计计计计计什么计计计计计是他们权贵可以利用香港 他们可以走私货物可以转移账款 可以把他们的家人在最危机的时候通过香港摆渡到世界各地是这个需要 所以是因为这个气 所以他们舍不得去投这个处 这是香港 这是香港不能封关的第一个理由 也就是说中共的高层 中南海的权贵 中国的顶尖家族 他们要通过香港把他们家里面的儿女家属呢 通过香港的飞往世界各地 不能封关 这是为中共高层服务 所以林郑月娥呢 因为有高层的指示 她不敢封关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嘛 第二个原因就是林郑月娥非常期待大陆人都能够来香港 为什么 加剧香港被传染的风险嘛 最好是武汉人全来嘛 林郑月娥就希望在香港大范围的爆发疫情 因为一旦疫情爆发了以后 香港每周抗议的这个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的运动就扑灭下去了 如果有人不怕染病还敢继续上街 林郑月娥她就可以拿着这个借口去申请香港的这个驻港部队实行军管 她借口有疫情啊 那么疫情她就可以申请军管 而一旦军管开始 那整个香港城就完全像被铁笼子一样关起来了 因为军管开始以后 她不会跟疫情挂钩的 也就是哪怕疫情完全消除了 她们都可以不解除军管的 这样的话 如果军管一旦引进 那么也就是中南海也好 林郑月娥也好 长期以来无法控制的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 这个一波一波抗疫的浪潮 就完全给她们闷死了 所以说林郑月娥从内心里面是非常期待能够把这个疫情呢 传播到香港去的 她甚至提出愿意你们到我们这来 我们给你们免费治疗 她就是希望这些带军者能够进入香港 因此林郑月娥就不愿意呢 随便去关闭通关 林郑月娥判的是病毒 她不是判的消灭病毒 截止到2月1号晚上 香港本地确诊武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呢 已经达到14例 其中有3例最新确诊的呢 是一家三口 父母带她的女儿 她这个女儿呢 是香港的一个高管 是海通证券投资部的总经理 叫邓熙 是邓熙和她的父母 这个邓熙只有37岁 她是海通国际的女高管 她22号明明知道武汉要封城 在这个情况下 她把她的父母从武汉接到了香港 而且她父母当时已经生患这个肺炎 并且发烧 她明知道这个发烧 就有可能是已经感染上肺炎了 她仍然不向香港的防疫部门报告 而且她自己呢 跟她父母一直在一起 帮她父母呢 频繁的更换酒店 她没敢把她的父母租到自己家里面去 但是她自己也被染上了 那么在她频繁更换酒店的时候 不是她每到一个酒店 就去有可能污染上 有可能感染上别人吗 她带着她父母分别入住了圆芳酒店 四季酒店 和香港利斯卡尔顿酒店 到了这么多酒店 频繁换住以后 直到28号被酒店发现以后 才送医的确诊 所以说 你想想看这个女高管 就是这个邓熙 她自己被她父母也感染上 而她自己的行为 她这个行为 她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吗 你明知道你父母现在已经发烧了 她已经可能是感染肺炎了 她是武汉来的吗 你不知道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她冒险这么去做 她在让别人冒着风险的情况下 她自己已经感染上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 有网友指出 这个邓熙的父亲啊 可能就是原来武刚的那个董事长 叫邓麒麟 而邓麒麟是在2017年被中共判了15年徒刑的 涉案的金额呢 达到5539万 这个人怎么会在香港出现了呢 而且她在香港出现是因为她感染上了武汉这个冠状病毒的肺炎啊 如果她没有感染 她怎么会暴露啊 所有人都以为这个邓麒麟肯定是在大牢里面啊 她是怎么越狱的 她又怎么用假名字和假胡桃能来到香港 是谁把她从牢里面放出来的 她到了香港以后 她因为担心她的身份暴露啊 她起初是完全拒绝配合香港医生对她在香港的生活轨迹的调查 就你怎么问她都不理你呢 所以说网友现在有绝对的怀疑 当然网上还有一种辟谣的这种说法 就是邓麒麟跟这个邓熙实际上不是妇女 可能有人张冠礼带了 那不管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邓熙就是这个武刚原来董事长的女儿 这个贪官的女儿 但是邓熙的做法非常像贪官女儿的做法啊 你看她父母明明有肺炎 明明已经感染她把她带到香港来 她不告诉任何人 然后把她平凡的更换酒店冒着自己被感染的风险 她仍然什么 要隐瞒别人 那么最终发烧 然后生染重病 瞒不下去了啊 所以现在被确诊了啊 所以这个邓熙很符合这个武刚董事长 这个贪官女儿培养的这个路径啊 人家把她指为贪官女儿也不奇怪 因为中共培养的精英人才往往就是按照这个轨迹 大把的银子把他们送到西方去培养 这个邓熙就是啊 邓熙是接受过美国西方教育的 她是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的硕士学位的 她目前的职位是海通国际投资部的董事总经理 那么如果这个邓熙是这个贪官的女儿 那么贪官把她培养的女儿 显然就是跟她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好的接班人 共产党就是要培养这种品德败坏 道德素质低下 然后没有底线的共产党的官员 那么如果说邓熙的父亲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根本不是什么贪官 那么我就不懂了 这一对父母培养出这个女儿就把她培养到哈佛大学毕业以后 她这个女儿培养的是什么道德价值观呢? 你在香港的投资公司里面担任着高管 你明知道你的父母已经三染重病 而且你自己本人都被他感染上 那么毫无疑问来讲 你父母从武汉接出来 住在香港 对香港本身就是一个祸患 到现在你换了那么多家酒店 在你父母和你本人跟所有人接触的过程中 你们都有可能感染上别人 所以说你这种感染就是林郑月娥要的 林郑月娥就希望香港的很多高管 最好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在中国大陆培养的 有党文化影响的这些人 他们最终都在香港担任了高级职务以后 然后能把他们家里面患病的父母 从武汉患病的父母全带到香港来 然后祸患香港 这是林郑月娥的想法 因为林郑月娥就希望香港能够爆发整个像武汉肺炎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瘟疫的疫区 林郑月娥希望香港染病嘛 香港变成疫区嘛 她是希望香港的老百姓染上病毒啊 她自己也不想染上病毒的 她动不动说 要给所有到香港来治病的中国大陆的百姓全部免费 她林郑月娥如果染上 林郑月娥治疗也免费啊 林郑月娥你要不要身陷十足 你先染一个呢 林郑月娥如果染上病毒 我告诉你讲 林郑月娥感染的 她传染的倒不一定 第一个是她的老公林兆波了 说不准林郑月娥就把这个武汉病毒啊 第一个传染给了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领袖习近平 不是有14天的潜伏期吗 你怎么能证实林郑月娥她自己在染病以后 在这14天之内她不到北京去偷偷悔习近平啊 她染上习近平的概率 比彭丽媛染上习近平的概率都要大 习近平如果在林郑月娥潜伏期这14天 两个人在一起故意混的话 很可能习近平就染上了 他们染上是不会让你老百姓知道的啊 这都是国家重大机密啊 他们只有挂了以后才会告诉你老百姓啊 但是那么染病满的老百姓他们满不过中央的这个医疗部门 你满不过中央疫情小组啊 中央疫情小组组长是谁啊 李克强啊 这时候李组长一旦见到了这个病例 那还不希望习近平把他早点安排 让他早点死啊 如果是在李组长治疗下 那肯定是希望能尽早的把习近平这个人民领袖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领袖 让他尽早的活在人民的心目中 就是跟老毛一样嘛 老毛那个水经官早就安排了上下铺了 老早就给习近平留好了个床位 你就赶紧把系统把人民领袖习主席送到水经官跟毛泽东做伴吧 李组长你动手快一点 而李组长肯定希望这样啊 如果说他挂掉了 那李组长这一下子不就掌控全局 现在就变成李组长一言九鼎 你定于一针了嘛 所以说林郑优娥如果染上 那习近平被染上的可能性就是很大的 目前来讲武汉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尤其是一线的医院 他们的医护人员是根本拿不到他们的救援物资 红十字会控制着物资 他不发给底下的医院 至少是不发给那种不听话的 像协和医院之类 最终协和医院派人到红十字会去领货物的人 等了几个小时领不到啊 领不到的原因就是什么 红十字会说你们协和医院在外面散布了 说我们红十字会可扣你们协和医院物资的这种谣言 你们必须公开登报 向我们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以后你们再来领货 所以说红十字会他就这样去刁难人的协和医院 而协和医院这些战斗的一线的医生护士 他们连口罩都没有 最终没办法 协和医院派人完全通过他们校友会 通过他们的私人关系联系到一位有爱心的富商 用他的私人直升机突破了红十字会的封锁 然后把协和医院自己组织到的大量的物资送到了 跟协和医院一墙之隔的体育场 在体育场里面 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才拿到了他们所要的物资 这就是武汉红十字会他这种恶劣的表现 一个武汉红十字会只有十来个工作人员啊 一年工资就要领到四百万啊 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就在吃人民的血啊 而且越是大难他们越高兴 因为大难发财的机会就到了嘛 所有国外进口的物资全部在武汉红十字会 德国从武汉撤侨 中共勒索人家必须要给一万件医疗的防护衣 否则是不会安排你撤侨的 具体飞机停靠的各种航班时间的 韩国撤侨也是 印度撤侨也是 韩国他们勒索人家要人家给五百万美元的这个救援产品 印度要求人家给三百万 他们一个都不放过 不带物资来撤侨的事你谈也不要谈 什么叫流氓国家啊 什么叫绑架人质啊 撤侨不就是一种用人质交换的一种绑架吗 中共是专门干这个事的 无非是他们跟美国和日本没有敢开这个口 那原因是吗 那不是因为他们想放过美国和日本 美日是大头 他们恨不得狠狠地咬呢 那是因为人家非常的人道 人家在武汉一旦发生这个爆发以后 根本不谈撤侨的时候 人家已经主动的提出给中国大量的救援物资 所以说美国和日本是最早主动提出给大量物资援助的国家 因此他们就觉得不用开口勒索了 因为给的东西已经太多可以讲都装不下 尤其是美国是第一个提出他要撤侨的 美国就告诉中共 我们撤侨的时候 我们会给你送来大量的物资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撤侨他派过来的是一架货机 然后中共的媒体就嘲笑人家美国 说是撤侨的时候 这个机上的条件很差 来的是货机 他们又喝不上热水吃不上热饭 你有没有想过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目的就是要给你多装物资 美国这架货机是一个波音747400的一个大型货机 他为了给中国多装货物 他们在芝加哥停靠以后 把所有的货物装上去 因为为了多拉货就要少装油 如果把油装满的话 那么重量超标的话 就不可能装那么多货 所以他们为了保证充足的货物装了以后 他们只加了一半的油 然后从芝加哥起飞以后 飞到阿拉斯加州的安卡拉奇 在安卡拉奇再次加油以后 然后才飞到中国 而飞到中国呢 武汉是因为一没有海关了 第二没有检疫 根本没有接受的条件 而且中国呢 跟美国飞机停靠的时间呢 非常非常的短 如果既要卸货又要宰客的话 就完全来不及 那么最终这架飞机飞到中国以后 是先飞到江苏的无锡 飞到无锡卸货 把货卸完以后才再飞到武汉天河机场 然后把美国的客人全部接上 带他们回来 整个这个飞机是一个封闭式的货床 所有接过来的从武汉测回来的美国侨民 都在这个飞机的底层 那么上面一层是隔离的医护人员 没有空乘 没有服务 只是在底下放两个大的冰柜 冰柜里面有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 每一个客人自己去拿 没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虽然是冷餐冷饭 因为这种是货机 它没有加热的条件 但是它能做到尽量的大家不互相传染 能够保证整个飞行的安全 你中共笑话人家什么呢 笑话人家这些人坐在这飞机上面受到虐待了 没有享受到很好的空中豪华服务 我告诉你讲 在这个飞机上 美国的外交官大把 美国驻中国武汉的总领事 副总领事 各个参战 各个外交官 各个外交人员 人家都坐在这个飞机上 没有一个人有一句废话 难道你中国人就比人家外交官的身价要高的多 要比别人金贵的多吗 人家美国之所以派一架波音大型的切磁机的货机 不就是为了给你多拉一些医疗物资吗 你不断地取笑人家美国 你央视就不会报道 人家美国给你送来大量物资的 日本撤侨随机运来的大量的医疗物品 你们也不报道 韩国飞机运来的救援物资 你们也不报道 美国不仅派来了物资 美国还三次提出要派出医疗专家来共同帮助中国 解决冠状病毒疫苗的问题 能够尽快地研究出解药 能让广大的所有那些受感染的民众 尽快地能脱离苦海 央视都不会报道 但是央视主持人会告诉中国的老百姓 说三方发来了一封信给了习近平 而且这个信还亲笔签了名 我估计伊朗很快也会给习近平发来他的慰问信的 不仅是哈梅内伊会亲自签名 说不准苏莱曼里耶也签了个名的 伊朗在2月1号已经宣布开始禁止任何中国人进入伊朗 连伊朗都嫌弃你中国了 上个月你习近平还给人家伊朗送了37亿美金啊 人家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你看你给三胖那么多钱 给伊朗那么多钱 你养了这两个白眼狼到了关键时候 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 三胖是第一个就宣布把国境监管了 当然了三胖和伊朗可能太着急了 澳洲有一个咖啡馆 他在他的门口上写过一块标牌 他这个标牌上就说冠状病毒不会持续很久的 因为毕竟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嘛 所以说三胖和伊朗你应该等一等 中国制造是持续不了太久的 你澳洲人民一看就看出来了 你咖啡馆的店主就看出来了 你咋那么着急呢 日本从武汉一共撤回了他三批侨民 这三批侨民第一批是206人 第二批是210人 第三批是撤了149人 一共是565人 其中这565人里面 一共确诊是武汉肺炎的感染者的有8个 第一批有4个 第二批有2个 第三批有2个 第一批本来是3个 后来有一个阴性已经转为阳性 这就是所谓在15天之内有潜伏期嘛 所以说他回去的这565人里面 一共有8个人感染 565人里面就有8人感染 那么这8人的感染 占这个565人里面的比率是多少呢? 你简单计算一下 就知道武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在武汉的日本人人群里面的感染率是1.41% 那么我们的疑问就来了 武汉人难道会比在武汉的日本人的身体体质更好吗? 武汉人会比在武汉的日本人居住饮食生活的环境更高吗? 武汉人会比在武汉的日本人他们的卫生习惯更健康更良好吗? 如果连在武汉的日本人 基本上都是青少年啊 日本的中老年人是不会住到武汉的 连这些人他们的感染率都达到了1.41% 那么武汉有多少人?武汉按照这个比例 武汉被感染的人数应当是多少? 武汉是一个上千万人的城市 那么这个千万人城市按照这个1.41的比例 最起码要有十几万现在被感染吧? 怎么你们每天报出来的数据 全国加起来也就一万多呢? 所以中共的数据他不会告诉你 但是你只要留心一下 他里面的这个比例 你自己推算一下 你就知道中共的谎言 他究竟啥子有多大? 昨天天津南开区分水道 有一个车主呢 他去买口罩买消毒水 最终呢给他全部买到了 他呢很得意 因为呢排队排很长 很多人买不到 他买到以后 他很得意地往自己身上撒了很多消毒水 我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以为这个是往身上撒香水吗? 撒那么多消毒水能起作用吗? 这个消毒水是撒在你自己外面衣服上的吗? 然后这哥们上车开车 开车以后呢 第一件事拿大火机点焰 结果大火机一打着 把自己整个全程烧起来了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消毒水里面含有75%的酒精啊 这就跟汽油一样啊 一点就着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因为自己还戴着保险袋啊 汽车在行驶中啊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做出任何反应 等到人家发现这个汽车烧起来 大家拿灭火器来把这个汽车把它灭完的时候 把他人从车里面拖出来的时候 它已经是一个烧焦的躯体了 所以中国人很多人死是死于愚昧 这哥们烧死后的视频是很惨烈的 我就不传上来了 大家呢自己上网搜 因为呢 我如果传上来以后 YouTube会警告我 认为这个是儿童不移 不可以在你的影片里面有任何这个对儿童不合适的这个画面 所以这个视频我就不能传 大家在网上搜 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 很多人你要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 基本的医药常识 这个消毒水之所以能够消毒 就是因为你们含有大量的酒精 酒精有蒸发的作用 它起的是让你消了毒以后能迅速的蒸发 能保护你的伤口的作用 你往身上衣服教 你真的是有神经病啊 所以说 我讲中国社会有很多人 甚至有很多生活条件不差的人 最终他们死都是死在他们的愚昧上面 死在他们的蠢上面 现在全国都延长了他们的假期 假期现在一直到2月9号 学生呢是不准提前返校 企业呢也不准提前开工 你就老老实在家呆着 可以讲猪肉永远也想不到 它居然败给了口罩 口罩永远也想不到 自己成了连货 武汉人更是永远想不到 对祖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天天在家睡觉 在家睡觉睡得不安心啊 因为所有睡觉的那些企业主 你都必须要给你的员工发双薪啊 这个双薪要发到2月9号啊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小企业的老板发得起 可以讲大企业也不一定发得起啊 很多老板他根本就发不起啊 员工高兴 员工高兴也高兴不了几天啊 你就拿到2月9号的双薪以后就不要钱了嘛 因为老板发不起以后 老板可能过了年以后他就关账了 老板一关账 那下岗的不光是老板 还有你们这些员工啊 那么老板也下岗了 员工也下岗了 房贷怎么办 银行会不会因为现在全国有冠状病毒 就免了你们的房贷啊 那么你看看那种成款就还房贷 问题是你的成款究竟还有多少能够还几期房贷 很多钱都给你拿去买了双黄领口费 哪有钱还房贷啊 再说现在中美贸易战履约还是不履约 都是对中共来讲可以讲是一筹莫展的事 因为本来1月15号中共和美国签订了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 按照川普讲2月15号之前必须履行 在一个月之内不履行 川普就撕毁协议 退出条约 然后对中国进行惩罚 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到2月15号了 中共怎么去履约 中共是履约呢还是不履约呢 如果履约拿什么履约 没钱啊 买不了人家的农产品啊 那么不履约怎么办 不履约川普肯定要制裁啊 川普制裁本身对中国就是雪上加霜 那么中国因为病毒以来 川普在制裁 全国的生产能力完全下降了 尤其是农产品 眼看马上就是春根了 现在根本就不可能组织农业生产 湖南又刚刚爆发了什么禽流感 猪是温猪 鸡是禽流感 市场上哪有供应能力 如果说市场上完全没有供应能力 自己没有生产能力 你美国的农产品你再不买 那老百姓吃什么 老百姓又没有存款 又没有存粮 如果市场上再没有农产品供给 那老百姓吃不上饭怎么办 五毛和小肯红可以不吃饭 他们爱国就行了 岁月静好的中产能不能继续保持他们的失于远方 你别跟那些开大奔逛故宫的人比 人家早已飞往美利坚 人家早就是一颗红星怀揣绿卡 问题是普通老百姓你怎么办 中国也就是你自身没有农产品生产 而美国的农产品你又不买 那中国的市场供应怎么办 因为中国现在组织农业生产 自己能够生产出大量农产品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了 可以讲庚子年2020年 你开门就是老天爷对你第一跑 你共产党作恶多端老天爷就不能处罚你 有一句话叫做处衰山虎 亡情必处 你到2020年你来看这句话 这真是神一般预测的一个秤语 现在对共产党抱有信心的就是除了胡锡进 就是每天被共产党打了鸡血的那些五毛和小粉红了 他们到今天仍然在麻醉着自己 因为这些人是从来没有危机感的 他认为依靠党和政府就行了 其实我最想在未来得到证实的就是这一次在海外被中共接回武汉的这几百人 喊着武汉加油祖国万岁的人 我不知道这些人回到武汉以后 最后是哪几个最终在呼吸机上或者在死亡名单上 这些人在自己的弥留之际能不能再高喊一声武汉加油祖国万岁的 因为这些人是最典型的 他们已经完全逃离了武汉 而武汉是一个全世界都要把自己的侨民从这个城市接出来的人 居然共产党用包机把他们从海外把他们带回来 他们都愿意去 那也就是他们愿意挑进共产党给他们挖好的这个坑 那你到了这个坑里面以后 你喊着武汉加油喊着祖国万岁 而万岁的那天很可能你就在呼吸机上喊 甚至你没轮到你喊 你已经走到了黄泉路上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实 很多人他到死那天也不一定醒的 共产党正是因为有那么多心甘情愿的韭菜 有那么多人愿意奉献 那些到死共产党把你活活折磨死 挖好虎坑里头跳得愿意死的人 仍然喊着共产党万岁的人 所以共产党觉得他再怎么苛震 古人讲苛震猛一虎 共产党比虎厉害得多 共产党再怎么苛震他都不怕 因为他有执政的基础 有那么多愿意奉献的韭菜 有那么多心甘情愿被共产党宰杀的羔羊 所以共产党他无所谓 老百姓你死就死 你该活就活 所以说整个这个瘟疫 最终以大批的平民死亡的代价 获得了共产党继续维持他们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